回來新一集 天啟之彎 八十五 大家好 來到2023年十二新潮 最後一部份 現在就在說屬豬 豬今年三合太歲 也得到太歲的助力 但今年雖然在吉星來說 不是那麼多 只有太歲三合 現在好像沒有吉星入名 所以今年就說 吃自己 個人得財運 辛苦自己多勞多得 也都面對一個環境 很多事情沒有助力 靠自己去拼搏 但是空星有幾顆 例如白虎 地撒 這些不好的星入名 白虎顧名詩就說 女人 小心女人 因為通常都遇到白虎 所以我們叫白虎精 這些事情 女人就會 她不是害你的 可能是為了自己而出發 所以你是擋著她前路的人 於神殺分 於神殺分 所以就搞定你了 所以如果遇到自己的上司是女性的 今年要小心一點 是 尤其是剛才說的比較兇的女性 今年就要小心 家裡當然是 老婆 也要小心老婆 情緒不好 所以說話方面 放心吧 你遇到有衝擊就行了 所以今年的屬豬朋友 吃自己 說話要小心 要留意留意 好了 說完屬豬 要說屬鼠 屬鼠朋友 今年就是 刑太歲 子貿刑 這個刑 都幾 可大可小 為什麼呢 子貿刑 都說的是 無禮之刑 即是無端端 說了些事情 但得罪了朋友 得罪了人 還要不小心 你不是說 想什麼 可能有一個動作 即是說者無意 聽者有心的狀態 跌倒 人家這麼多人看 人家就揮你一拳 人家這麼多人看不到 就是看得到你 你笑他 就懷恨在心報復你 所以今年 屬小朋友 要慎言慎恨 而且 也說明是 刑太歲 所以今年 會有些身體 或者破財 人緣關係差 這些問題出現 也說到桃花 今年 但是桃花 他排第一 是 竟然桃花排第一 是 為什麼呢 他有紅聯 和文昌 福星 天德 這些貴人入命 大家聽到紅聯 就知道 紅聯聲動 是 這個 如果大家 剛才說的 有拖帕的朋友 今年已經 恭喜了 可能機會結婚 但是剛才說的 都要小心 小心自己的 口 是 無心之失的事 文昌 顧名 如果讀書 的朋友 今年 會在學業方面 有很大的進步 空間 還有 上班做 文昌 都是工作運勢 可能有機會 發揮的 所以 今年 也有 工作發揮的機會 還有 剛才說的 有天德 福星這些 吉星入命 天德 古名師 是貴人星 所以 人員方面 真的挺好的 還有 福星 就代表 你做好一件 就成功了 所以 今年 都真的 可以有機會 再進一步 但是 紅聯 就剛才說的 紅聯聲動 所以 很多事情 如果想結婚的朋友 想一下 今年 是一個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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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大家可以想一想 說完 熟暑的朋友 今年 下一個 就是熟牛 熟牛的朋友 今年 雲世有一般 在排行榜 都是 中游為至 因為熟牛的朋友 沒有什麼吉星入命 只是 反而有寡叔 空星入命 還有 吊客 天狗 這些 空星入命 寡叔 顧名師 就是 剛才說的 孤神 就是寡叔 孤神覺得寂寡 寡叔覺得 一枝功 更寂寡 所以 很多情緒方面 會變得 很浮動 還有 很喜歡 看悲情小說 越看越 越悲 越看越自己的心 和感受 沒錯 墮入了個角色 剛才說的 這個理論 就是 你看他多慘 也不是你 為什麼最壞的是我 但他又不找其他人 去比 最喜歡什麼 去比 所以很多事情 會有很嚴重的情緒問題 上身 還有 天狗 天狗 顧名師 就說 出外時 會無端端有些 狗就廢你 雷聲就砍你 有些事情 令到你驚嚇 剛才說 因為你贏著贏著 你贏著贏著 就中了 好像上次 狗都中了 狗都中了 所以 沒有合彩 有釣客 就說千萬不要去看有病的朋友 真正有 你看到他多 更加加速去什麼 加速去什麼 加速去更加嚴重 所以今年千萬不要去做一些 去參加葬禮 或者醫院 這些不好的智場 不要去這些地方 因為你已經有寡宿有命了 悲觀就想得越來越多 今年去多些正面的地方 例如曬太陽 游水 做多些康洛活動 因為你一出行 人就會有這個動力 會有精神出來 所以今年做多些運動 千萬不要想一遍 陽光一點 陽光一點 沒錯 去到屬虎朋友 今年就是范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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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去到下年 有一顆很棒的天月貴人星 入命 說了就是天月貴人 就是一顆吉星 多了一些上司 朋友 或者一些機會出現 今年整體來說 都很好的 剛才說的不是360度轉彎 都是180度 因為今年是坐大水 下年就脫開了 脫開了這個困局 所以會變得比較著弱 但是今年有幾顆不好的星入命 例如有亡神、病符 這些不好的星入命 亡神就是要經常去親朋戚友 參加一些 可能進醫院 去看看他 這些地方少去 因為負面的磁場太多 所以去免得過就不要去 剛才說的病符 你去得多 自己拿起來 自己拿起來 被人感染到 無緣無故身體好好的 但一去醫院 無緣無故身體好好的 無緣無故身體好好的 無故身體好好的 無故身體好好的 所以今年 盡量去少少這些地方 令到自己更加可以得到天月貴人的助力 加把勁 今年可凡事都可以化險為二 OK 那我12個講完了 大家就知道自己明天 下年如何把握 今集時間差不多 多謝博士分享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回來第二節 天氣神素 博士好 大家好 這個世界杯開了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 剛剛開了幕 也打了幾場 有沒有玩一下 買一下 買一下 沒錯 考慮一下自己的眼光 但是這個 嘩 很多人就開始崩潰了 沒錯 然後問 為什麼世界杯這麼晚才開始 其實有幾個故事 因為這個 今年的舉辦的城市 就是卡塔爾 沒錯 卡塔爾就位於中東地方 據資料顯示 差不多九成的地方 都是沙漠 九成的地方 所以它是很熱的 如果是下午打 我想大家打完之後就缺水了 我覺得應該要打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主場之力 因為卡塔爾一開始是輸球 沒錯 最好是在沙漠旁邊 整個場所打 我猜一下 應該是 應該是特種訓練 沒錯 據說 這個下午 可能高達到四十幾度 如果這個運動員 在四十幾度的攝氏 在一個地方跑來跑去 我想 所以卡塔爾就不會用地理 據說 這次是第一次 在中東舉辦的世界杯 有些人說 咦 卡塔爾的王子 該玩 據法新社的報道 過去十年 卡塔爾籌備的世界杯 總支出大概三千億美元 三千億 也不是很多 我整個陸化的城市 都是四百五十幾億美元 打造一個全場七十六公里能接駁場館的無人駕駛 本來沒有地鐵 現在整個無人駕駛的系統 都是三百多億 好便宜 三百多元 沒有分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些人說 我搞個派對都幾百億 三千多億 這個派對可以玩 簡直是還富於民 做基建 我家人 或者全國之民都可以 現場親身參與 多開心 這個是全國派對 其實跟派對 他自己的派對差不多 但是 大家不要誤會 因為舉辦世界杯歷年的經驗 不是會虧的 他們做得很差 有啊 不是那個是奧運 是日本 據說 資料顯示 幾個主辦城市 過往的舉辦城市 都有賺 譬如說 德國 賺了最多 賺了二百多億 這麼厲害 2010年的南非都有四十九億 2014年的巴西舉行的世界杯 那時候還沒有疫情 那時候還沒有疫情 現在應該沒所謂 現在沒所謂 因為卡塔比一個中東地方 大家都知道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聯合 所有女性 不好意思 都要過頭套 包包什麼 所以這次 通常 世界杯 球員一面精彩 當然是很好看 但原來他背後的大嫂團 另外一半 那些更好看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小道消息 原來他帶他老婆 幾個女朋友在一起 他們通常是大手套 吊太太背心 華爾褲 通常都穿得靠樣 所以今年 沒有得手套 所以大嫂團說 不去了 我化妝 我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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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通常真的看不出來 幾個球星的 一半 通常 人家找老闆 都在報紙上 不在頭條 都在什麼都看到 封月板 所以 所以這次 可以聽聞大嫂團 就不去了 卡塔爾舉辦 也做咎了 也做咎了鄰近國家的地方 生意 例如阿聯酋 幾個國家 那些就可以 晚上 打完球 看完球 順便有下半場 一邊吃著花生 吃著 吃著 大家就跳 狂情辛巴舞 沒錯 但是今年就好像 這個地方 可能是什麼呢 可能是 Pirate Pirate 據資料顯示 鄰舊國家都受惠 因為很多 因為很近 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多一點 所以可能上午 做完Breadful 下午 就可以飛到去 直接欣賞這個世界 因為他們好像 大家看過 我們香港的 親人籃球賽 真的很開Party 他們不是只看 他們投入在現場的氣氛 一邊跳舞 據說 如果經濟效應來說 大家不一定會虧 有些可能會虧 多數不虧 多數不虧 1998年 法國世界杯 他把法國的GDP 本來是負增長 結果是正增長4% 厲害 所以大家不會虧 但資料顯示 今年卡塔爾的收益 可以高達170億 這麼厲害 還有第二個贏家 第二個贏家 就是中國 為什麼呢 雖然中國沒有參賽 是呀 應該進不到 無參賽 進不到 32場 進不到 但是呢 中國原來很多的球衣 所有小禮品 其他 興建的場館 沒有人 無人駕駛 是呀 還有他也做了一百萬個足球 OK 即是課比賽用嗎 比賽呀 還有送給人 還有在那些 souvenir shop 是買的 有很多球迷 或什麼 就買了足球 找他簽名 找他的球星 他簽名 所以這些足球是大賣的 所以第二個贏家 就是我們中國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除了卡太爾賺到錢 中國今次的世界盃 我打算是基建的賺錢 都什麼的 講到剛才的世界盃 今年的世界盃 是最後一次 為甚麼 32強 下年呢 48強 更好看 更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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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得多些 沒錯 外圍的賭得多些 還有幾個球星都說 今年也是最後 美斯 即是阿根廷 美斯 講明 今年是最後一次參賽 但我聽到最新的消息 美斯那隊 阿根廷 竟然 輸給 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 你才打個入球 最好笑的是 沙地阿拉伯 連中國也打不贏 沒問題 不是怎樣造就到爆冷 沒錯 沒錯 可能他這裡收不到錢 沙地阿拉伯 好像是 那麼多個 之中 是排尾 的 是排尾 所以今次的外圍 都幾天晚上 大家都小心 小心 11月20日開球 12月18日 決賽 那天應該很好看 沒錯 所以大家都可以 這個月都是 玩一下 大家可以 都可以 執定 張床 看著世界盃 大家有這個 投入感 現場的投入感 沒錯 說起 這個中國 我們不提 我們是香港 香港 大家如果看見 一些新聞 都看見 兩電加價 明年1月1日開始 那家福都幾驚人 沒錯 但最慘的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兩電是玩完的 壟斷市場 即是基本上 政府批 可以 那就去 但是 政府都好像 象徽圖章 沒什麼 沒什麼 我以後不見 人工可以加到 6.4% 中電加6.4% 廣燈加5.5% 據理由就是 因為 國會戰爭 推高石油 大家知道 發電通常 他說是天然氣 都是天然氣 這些資源性的東西 所以 就要 加價 我很搞笑 昨天我媽媽 看到新聞 他就說 香港和中國很友善 俄羅斯的天然氣 人家禁制他 但都會賣給 中國 以便宜的價錢 賣給中國 然後他就說 那怎麼影響到香港 好像是一個很特別的 給中國 所以他就說 如果中國 如果是香港 他會過給香港 你明白嗎 總之是一個理由 大家不要爭 這件事 爭不了 因為 我說貴就貴 連我們的兩局 行政立法會 都會過 過了 可以了 我們去專櫃議員 這是一個司法問題 連司法都不明白 專櫃議員都說 沒有問題 我們應該要相信他 因為 我見到 好像今天所說 兩電 加價 但是 很多 基層的市民 沒有什麼 補貼的 這件事 因為全港的 用戶 大概超過 很多人 基本上 全部都是 是 難道 好像英國所說 一個月的電費 去到四五千元嗎 對 所以我想 算了 香港人又要 勒著褲頭 這個都是 硬吃多 多了 講起這個 這個現場 加價 也不可以不提 12月18號 是 sorry 12月8號 有個天文現場 就是火星衝日 火星最接近太陽的時間 不好意思 香港看不到 其他地方可以看到 其他南背球 譬如北美洲 那些地方 就會看到天文現象 這個天文現象 大家知道 如果是尖星 都知道 火星是一個空星 沒錯 如果看到太陽 就會 即是說 它的火星 空象 更加會加劇 所以 那個 其實 看到 看不到 反而看不到 才好 看到 真的要應驗 在我們中國古代 文獻都有記載 在譚天的記載 都有講 火星沖日的現象 那年 清朝 這條鹹魚年代 不知道是不是對號入座 還是怎樣 總會有些事情發生 天體現象 天體現象 希望 但看到才厲害 對 看到才厲害 可能 又說地震 又說海嘯 這麼巧 每年都有發生 為什麼這麼巧 又是那段時間 所以 大家 到時候才知道 所以 香港也好 香港也是一個福地 很多事情都沒有什麼 大家最重要 努力做事 沒錯 做好自己的來事 我想 這個 就算有什麼 我想 都影響 大部難過 我對香港都沒有影響 那麼大的 明白 大家知道 大家都去賭球 那股票有什麼好玩呢 股票當然有玩 今天帶了兩隻股票 第一隻 Number 1803 北京體育文化 當時得令 加上足球 今天收報了0.095 升了十幾% 大家留意一下 5-10% 試試玩一下 第二隻 透雲生物 Number 1332 他搞一些二維碼 科技的公司 今天收報0.43 也升了十幾%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又是5-10% 一個時間 沒錯 最後環節了 最後環節 一位朋友 他跟女朋友吵架 搞得好像很僵 問我情況如何 報了1-2-1-1 1-2-1-1 剛好就知道 火閘葵 噢 真的好似 火閘葵 真的有背道而馳 大家有各隻的 這個建像 因為葵 大家都知道 兩塊葉 是背對背的 黏在一起 這支卦 就是易經的三十八卦 第三十七卦 就是家人卦 我們解過了 家人卦是大家聚首一堂 因為真的因了解而結合 因更了解 而真的有些磨擦 所以這支卦 都是由一個重點 著手就是 你究竟跟他有什麼磨擦 大家一五一十五 談清楚 大家真誠的 坦誠的面對這個問題 改 看看哪方面 6644查詢 一定是有人要讓的 也真的要有人包容 所以這支葵掛 也解在下面 也是一個人托著兩塊葉 大家見過 葵字就是 向日葵的葵字 大家就知道 其實火閘葵 就是說 火也是離中虛 離中虛的意思是 其實他不理睬你 或者他是生氣的表態 其實也是 只要求求其他事情 是不是 如果真的和你反 他就不理睬你 他相信你 我們完了 不要再見了 既然他生氣 即是說他還在發脾氣 依然是在意你才發脾氣 其實就是大家扯大腦 即是說他扯得那麼緊 你便鬆一下 他扯得那麼緊 你便鬆一下 大家要推一下 推一下就一下就一下 即是one two 大家可以就一下就一下 將事情解決 所以看看能否幫到這位朋友 看看能否幫到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博士和我分享 我們下集見